欠中国最多银子的十大国家 你知道他们都是谁吗 第一名绝对在你的意料之外 给个赞继续往下看 我来给你说清楚 全球欠中国钱最多的十大国家 第十名西班牙1.39万亿美元 第九名巴西1.44万亿美元 第八名加拿大1.55万亿美元 第七名印度1.95万亿美元 第六名英国2.4万亿美元 第五名德国2.44万亿美元 第四名法国2.7万亿美元 第三名意大利2.75万亿美元 第二名日本12.58万亿美元 至于欠中国最多的国家没错了 正式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美国 足足欠下了22.63万亿美元 这笔钱足足可以造出100艘航母 那么有朋友可能要问了 美国不同于别的国家 在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 都没有太大的损失 怎么会沦落到大手笔借钱的地步呢 其中一个原因呢 是美国每年的军费支出 实在是太过庞大了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想要维持军队的战斗力 就必须大量投入资金 然而呢 美国国内的经济 根本支撑不了如此庞大的开支 所以只能选择借钱 美系 除了军费开支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美国一直在世界各地 挑起战火 众所周知呢 战争耗资非常庞大 再加上随着战争规模 越变越大 美国想要进行一场战争 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 所以美国既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也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 如今呢 美国光是每年支付给各国的利息 就是非常的惊人 很多人不理解啊 既然这样 为什么要借钱给美国呢 这个问题呢 交给聪明的你来回答